第二个问题 弟子在台湾腹八金刚法会 得到灌顶持满了十万遍的心众 在农历七月十五跟八月十五两次 到魂场去修腹八金刚大福大贵法 没看到从灵有些没有看到 有灵来受供 弟子把供瓶扫出去 过后有一个晚上 梦到自己所结普八金刚所印 和此普八金刚咒 清楚看见很多的灵众 围绕自己 然后自己跟普八金刚合一 就醒了 醒过来口中还在持咒 请问师佛这是相应吗 如果是相应 是否普八金刚 就是弟子的根本复法尊 还是弟子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师佛弟子想去更大的坟场 修大福大贵法可以吗 师佛开示过 灌了普八金刚灌顶 等于灌了马头明王跟大威德金刚灌顶 是吗 请师佛慈悲指示 弟子马来西亚莲花海胜 感恩师佛 请师佛住世久久 这个普八金刚 普八金刚的奏 普八金刚的奏 这是普八金刚 普八金刚是焚场主 焚场主也是焚场的一个主人 他是有带有这个翅膀 带有翅膀 他的形象是有翅膀 而且那翅膀的叶 就像很薄的刮胡刀一样的那一种翅膀 像刮胡刀 刀片 刀片的那一种翅膀 普八金刚是很厉害的 我们常常讲 我们那个金刚诀 就是普八金刚诀 也是普八金刚的 一个象征物 他希望得到这个普八金刚 的那个加持 晚上梦到自己 首节普八金刚首印 普八金刚的首印 跟持普八金刚 跟许多的灵众围绕自己 然后跟普八金刚合一 这个都是好现象 很吉祥的 你能够有这个梦 你要以他为根本护法尊 可以 以他为根本护法尊是可以 有两个现象 你要以他为根本护法尊 都是可以 但是如果属于世间 世间的复法尊 你不可以去把它当成根本 好像根本本尊 你要用复法尊做根本尊 可以吗 是本尊 你的本尊就是复法 复法就是本尊 如果你要以复法为你自己的本尊 这个复法是属于初世间的复法 是可以拿来当本尊 你如果以世俗的复法 世俗的神来当本尊 在密教是不可以 只能够当复法 不可以当本尊 有些人讲说 我的本尊就是十人金刚 可以 因为十人金刚是初世间的复法 十人金刚 就是那个释迦摩尼佛 本身的发生 那么五大金刚 是五佛的发生 五方佛的化身 化为五大金刚 八大菩萨化身为八大明王 这八大明王跟五大金刚 你可以当本尊跟复法 都可以 这是因为他是初世间的 如果是一般的神 你来当复法 可以 但是当成本尊就不可以 这是要跟大家解释 跟密教有这样子的规则 就是说 你如果要把复法当你的本尊 也是当成复法 那一定这个复法 一定是初世间的复法 初世间的复法 像马头明王 我说 我以马头明王 作为我的 是根本复法 也是我的根本本尊 可以吗 可以 因为马头明王 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发生 马哈嘎拉 马哈嘎拉 就是大黑天 大黑天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转化 马哈嘎拉 的愤怒相 观世音菩萨的愤怒相 是马哈嘎拉 大黑天 你可以把大黑天 当成你的本尊 也可以当成你的根本复法 都是可以的 因为初世间的复法 是可以当成本尊的 世间的复法 入世间的复法 是不可以的 这里就顺便跟大家 讲解了这个 当然你在梦中 所结普八金刚所印 和此普八金刚奏 清楚地看见很多众灵 围绕自己 然后自己跟普八金刚合一 就醒了过来 口中还在此奏 这是相应吗 是相应的现象 如果我刚刚讲过了 世佛普八金刚就是地址的根本复法尊 可以 可以当 根本复法尊 可以当成本尊的 当成根本复法尊 那是不是相应 他还问 这样子是不是相应 你梦中 跟这个普八金刚合一 就是相应的现象 但是你是不是能够在白天当中 不是在梦中 你念他的奏 结他的手印 他马上显现 在你的心中 你接受到 如果在你的心中 你也接受到 就是相应 如果你在呼唤他的时候 他没来 你没有感觉到 那还不是相应 只是有初步相应的现象 是跟你这样子讲的